索林新闻相对论 我是徐湘华 我们先来关注的山陀儿台风 山陀儿台风它在台湾各地造成了不少灾情 特别列出了这样最新的一个图表 带大家来看看 主要是全台的死伤人数统计一直在增加当中 我们立刻为你整理 这是消防署晚间最新的一报统整资料 目前山陀儿台风已经造成全台湾有两人死亡 一人失踪 还有多达490人受伤的情况 那么先来看失踪的这一位 他是在云林 好 你看到云林的这一个人呢 他是在这个梦幻沙滩不小心落海 一次他是一名移工 不过确切实际的身份还要再来确认 主要是因为今天风浪比较大 只能暂时停止这个救援工作 而死亡的两人呢 分别是在台东 在台东的这个66岁的男子 以及在花莲的这一名70岁的男子 待会我们来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看下一张 全台湾伤者的分布情况 你可以看到 全台我刚刚提到已经有490人受伤了 都是在风灾当中受到了轻重伤 其实在今天下午3点我没有提到 当时下午3点最新一报只有200多人受伤 现在你快速增加到了490人 增加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一次台风登陆的高雄这里 你看到下午高雄市的受伤人数只有90多人 现在已经快速增加到321人 主要也就是因为在高雄这里的风势非常的强劲 很多人可能不小心就被强风吹下来的东西给打伤 高雄还测到了有17级的阵风 那么就山陀的台风目前雨大 然后呢风也大 再来看的是在台东 这次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我们刚刚提到了 累积雨量从星期天到现在 它是最多的已经有1600毫米以上了 那么在台东资本温泉的附近 不只是吸水暴涨 还有多起的土石流要来关心 想请连线给现场的张玉科 我们带来看看如果需要搭高铁的话 特别来留意 台湾高铁在今天晚上6点已经全面的恢复通行 人潮都涌进了台北高铁站 就连商务舱这个车厢也都通通坐满了 列车长一一查票 我们连线一文带你来了解 一文 好 今天中午台风从高雄小港来登陆之后 带来了强风豪雨 高雄的古山也出现一些淹水的情况 想请连线给现场的黄品轩来告诉我们 品轩 南部地区今天风都非常的大 尤其在高雄这里 一度还测得了17级阵风 我们带你来看看在凤山区这里 您看到民众 他们的铁皮屋顶整个就被吹翻了 砸在隔壁的屋顶 还有树木连根被拔起 压烂了汽机车 更可怕的是竟然有整个槟榔滩都被强风给吹走 牌楼阴架都应声倒塌 这次高雄市政府罕见的发布了强风躲避的警报 这个台风天全台正是两样情 你可以看到台中这里其实风雨非常小 又碰到了百货公司周年庆 所以台中很多逛百货的人真的是爆满了 台湾大道出现一整排的排队车潮 塞了超过700公尺 台湾大道跟惠中路口一带塞翻了 所有车子几乎都在排队等着要进到百货公司 有民众说他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还在排 甚至连警察也增派警力来这里指挥交通 台风有为基隆带来了惊人的雨量 但来看看基隆发生了好几个地方都有土石流的现象 为主地挖出了基隆的维德医院 维德医院里面也严重积水 大家努力的把水往外扫之后 没过多久又淹起来了 今天医院里面就淹了三次 基隆市政府表示 紧急调派了50几片的新型挡水板来应急 直播的大雨加上泥流 医院人员都绷紧神经 就担心瞬间的雨势增强会再度淹水 国际重要消息 伊朗打着报酬的名义 向以色列密集发射了弹道飞弹超过200枚 不只造成了中东飞航大乱 许多航班都取消或绕道 以色列还宣布 已经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禁止他入境以色列 原因是因为古特瑞斯 他没有明确的谴责伊朗 以色列还预告了一定会对伊朗来报仇 但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呢 外媒分析 以色列很可能会暗杀伊朗的重要人物 甚至可能会炸毁伊朗的浓缩诱机构 或者核电厂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在招募心血 尤其他们很想要招募中国的线人 彭博社就报道 CIA在网路上广发中文指南 用中文教大家如何安全地跟CIA来接触 加强力道在招募中国的公民线人 我们再看看CIA的副局长柯恩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中国有许多能够取得资讯 而对习近平政权不满的人 他们就是要找这样的人 因为这些人不喜欢习近平带领国家的方向 可以跟CIA来合作 来帮助自己的国家 CIA内部还传出说之前他们在俄罗斯的招募行动非常成功 新北市奥底严重淹水 这个泥水把双线道都淹成了单线道 更把停在路旁的这百万跑车给冲走 快要灭顶 更多台风最新消息 马上回到华视新闻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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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